12月6日 官方正式宣布 肖战成为拉夫劳伦相分代言人 清新俊逸的儒雅君子 风度翩翩的当代绅士 人群里藏不住的 是他举手投足间淡淡的清润木质香气 肖战到底有多香 肖战到底用什么香水 答案终于揭晓 关于肖战身上味道好闻这件事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未解之谜 只要和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 都说他很香 说不出来的好闻 尤其是今年如梦之梦巡演 许多坐在莲花池的观众表示 肖战经过的时候 闻到了他身上香香的味道 说不出的高级感 上次杭州亚运会晚会的时候 与肖战同台的模特小哥哥表示 战哥真的好香 香水味真的很好闻 但不知道他用的哪一款香水 还有之前的《东梦之约》节目录制 运动员提到肖战换冰球护具时 他帮忙拿换下来的衣服 真的很香 一只上古神虾回忆道 几年前就听到街机的粉丝说过 肖战身上很香 我一直在找他的同款香水 有人说是大吉岭茶 也有人说是宝格丽碧蓝 还有祖马龙的蓝风铃 但是没有人说出确切的味道 可能是私人调香 也可能是自带体香 这么多年 答案终于揭晓 肖战用的是拉夫劳伦的香水 昨晚看到肖战特官亮了 大家都知道今天会有好消息 但是不知道是巧克力还是香水 毕竟小飞侠全员底层 都是听各种小道消息 结果凌晨品牌预热了 有网友接到肖战香水海报的开评 肖战同款香水一上线 就遭到网友疯抢 官宣不到一小时就有几万人购买 这一款匠心调制的经典富奇木制调香水 兼顾优雅和不羁 薰衣草和树微草的香气融合 再加上厚吊的雪松和香根草的气息 层次丰富 优雅摩登 这次的香水广告大片不负众望 是帅气又蛊惑人心的肖战 穿起西装的肖战 真是帅得毫不费力 往脖子处喷香水的动作 以及扯掉领结的那一段十分撩人 粉丝直呼杀疯了 肖战香是便携酒瓶的设计 干练简洁很是帅气 根据网友分享的使用感受 这支香水男女都可以用 清新与沉稳兼具 不油腻不浮夸 非常有辨识度 不过作为一名香水爱好者 小编总结下来就是香品可参考 重点还是要自己试香 这点非常重要哦 随着商十二的即将到来 品牌与明星之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毕竟这是一个能够体现明星商业价值和带货能力的一个关键时段 本身肖战就急剧热度 不少商家品牌看中他身上的商业价值和带货能力 纷纷抛来橄榄枝 不断地获得青睐 肖战这个名字 以及1005这组数字 早已成为了默契的财富秘密 平均大概每12天 肖战就会官宣新的代言 这样的频率真的很高 而且代言的口碑都非常的好 每次一官宣 肯定大多数都是会秒授庆 要不就是预授 粉丝们一次次地成为陪跑 很多时候只能够成为众多分母中的一个 这次肖战新代言正式官宣 也是2021年的第27个代言 成为拉夫劳伦相分品牌代言人 肖战不断解锁高质量高规格的国际大牌 和国民品牌代言 将自身的价值 于这样数据的方式清晰可见地呈现 商业价值和品牌认可度都获得实力认证 这款香水品牌 作为一个比较冷门的品牌之一 但被不少偏爱它的人称之为心动香水 是一个非常极具个性和魅力的香水品牌 拉夫劳伦相分 自1967年品牌创立一时 拉夫劳伦就力求创造 永不过时的生活方式 而非制造一时之潮流 1978年 拉夫劳伦首次涉足相分领域 在其后遇40年的发展中 始终秉承品牌传统 通过香味演绎奢华生活与卓越品味 南式香水系列 保罗经典香水是对赛事的致敬 保罗蓝色香水代表新鲜的空气 自由和自如的优雅 保罗南式香水是大胆现代和成熟的 保罗红色南式香水是速度以激情的体验 女式香水系列 浪漫香水是永世难忘的初恋 拉夫小姐是时髦甜美的年轻女性 如今香水不再是奢侈品 而是一种时尚消费品 用气味表达自己 用香水记录我们的情绪 用不同的味道表达不同的态度 你愿意试试吗? 期待肖战的专属香味 这次肖战主推的香水 是拉夫劳伦俱乐部香水 清熟中性香 刚喷的时候是薰衣草熟尾草的香味 会稍微有点浓烈 霸道总裁的感觉 厚调弗吉尼亚雪松的木质香 和冬天大衣绝配 整体很有辨识度的一款香 月冻清新 清润沉稳 层次丰富 优雅不羁 溢溢发光的乌黑色细口香水瓶内 隐藏的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力量的神秘世界 超凡卓越的香气碰撞之感 与周深散发着性感魅力的男士形象完美融合 时尚而倦勇 这次选中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 也和肖战自身气质有着无比契合之处 无论是从外观设计还是香风味道 都能够感受到这款无惧潮流变迁的 始终保持着经典优雅的设计品牌理念 摩登定义下的奢侈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 通过每一支香水来呈现出个性分明的 截然不同的态度 其中木质调最为受欢迎 前调中调和后调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从深到浅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从购买者的评价也可以感受到 对于这款香水的偏爱和喜欢 木质雕饰很多 喜欢淡雅一点味道的女孩子喜欢的 会选择的款式 是那种不沉闷却又突出稳重的轻烈感 更是一款比较中性味道的香水 所以肖战成为代言人之后 粉丝们也都纷纷get同款 这款香水有30毫升 瓶装的还有50毫升 瓶装的规格不同 价格自然也不同 就像粉丝说的 这次终于能够知道 肖战身上到底是什么味道了 还记得之前 肖战想不断地出圈成为新梗 对于瞎耙子来说 这次终于破案了 还记得当初很多粉丝都表示心愿 就是知道肖战用的是什么香水 希望肖战代言一款香水 这样就知道他身上是什么味道了 没想到愿望真的被正主实现了 能够get肖战的同款香水也是一种荣幸 这也是肖战再一次解锁的又一小奢侈品牌 香水的霸道总裁出厂方式的味道和肖战 这次黑白造型显得匹配之极 就是那种让人心动的优雅稳重的感觉 就像官宣的品牌文案那样 肖战是清心俊意的儒雅男子 风度翩翩的当代绅士 在人群里藏不住的是他举手头足间的魅力 在这淡淡的清润木质香气中 肖战又一次地吸引了大家 成功抓住了我们的眼球 能够有幸和肖战一同感受经典的魅力和味道 这也是一个让人开心的惊喜 下班回到家 用六神沐浴露洗个香香的澡 用点拉夫劳伦的香水 躺在梦节的被褥上 做个有肖战味道的美梦 想想都美得很哦